请你已经有做出等于是五个作业,那每个作业请你把它先做压缩,压缩的话就是压缩成右键7ZIP加成ZIP,就是说呢,当然传到那个一段一点,做成压缩档会比较方便一些些,所以请各位把每一个资料夹都按右键,右键里面有个传送到那个7ZIP,你们电脑应该有这个软体,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找一下,应该这个软体还蛮,这个是什么? 这是免费的软体,共享软体,这个所谓的自由软体,不用钱的,OK,那就把这个五个作业分别,把它做成像这样子,五个档案,应该OK嘛,第一步先压缩五个档,第二步的话再切换到你的云端硬碟,那云端硬碟的话呢,建议你是用什么,用那个Google浏览器,就是Chrome,用哪一个呢?用这个,有没有,Google浏览器,尽量不要用那个 IE浏览器,否则容易出现一些,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开起来之后的话呢,登陆你的账号,会看到有一个,上方会有一个什么,云端硬碟的 OK,你就找到云端硬碟,那如果说呢,你登陆的时候没有看到云端硬碟 你找一下另外一个名称叫文件,也许你是比较早期的这个申请的账户,它还没有更新成云端硬碟 所以你就找到那个文件或者云端硬碟,登陆之后的话呢,请你在我的云端硬碟上面,点一下 建立一个什么呢?资料夹,资料夹名称呢,就是你的学号 然后,学号加上一个你的名字 底线,加上一个Word2010 作业好了,就是学号加姓名 然后,这地方呢,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 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资料夹名称 记得,格式尽量照我的方式好了 不然的话,每次我这个排序都要帮你们改 很麻烦,所以记得的话呢,学号姓名 底线,这个用底线,不要用空白 然后呢,加上Word2010作业好了,OK按建立 建立之后呢,这边就有一个 我的云端硬碟里面就会多一个资料夹 那你就怎么样呢?把你的资料 把你的作业的传上来 那怎么传上来呢?请各位 先把浏览器怎么样?稍微缩小 缩小一点应该会吧?放大缩小在这里 这也不用教了 那把这个你的作业打开来 那怎么样呢?把这两个稍微瞧一下 因为这个时候 瞧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呢,你怎么样呢?把它丢上去 丢上去,会不会? 就这样丢上去就好了 放开,有没有看到?已经就传上去了 所以你会发现呢 丢上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就从你的电脑传到云端上面去 OK,所以呢,如果你在这边传上去的东西,你回家也可以看到一样的东西 而且它免费给你五GIGA空间 五GIGA空间 然后比你的那个水晶液碟还大 所以你就可以善用这个空间 好了之后的话呢,请你再把它怎么样呢? 共用一下 传上去就共用 共用之后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改一下 以前我是教各位是加一个我的email信箱 可是我发现这个方法 不太,因为我现在已经一堆人给我共用了 那我不建议你不用这种方法,换一个方法 请你怎么样?把私人的变更一下 知道连结的使用者 改成这一个 OK,按一个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呢,上面是不是有个连结 那请你给我这个连结 这个连结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这个连结太长了 那像我给你们的连结都很短 有没有 所以呢,请你再给我一个短的连结 短的连结 那怎么样变短连结,很简单嘛 在这边找到Google浏览 Google的一个服务很简单 它叫做GOO 点GL 我不是给各位一个缩短的网址 那请你们把刚刚这个共用的这个连结 复制起来之后 再到GOO.GL这个连结里面 那你就把这个你的贴上 再按一个shooter 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一个比较短的连结 你到时候呢,就交作业呢 就交这个连结就好了 这个就是你的连结 甚至呢,你也可以给我一个什么 给我一个QR Code也可以 我QR Code我一拍,我知道你有交作业了 因为智卫营手机现在看QR Code 非常的简单 拍一下,我就可以连结到你的作业里面去了 OK,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个QR Code怎么样的贴到 以后你们社团海报 也可以放一个QR Code 感觉就是你是未来 你就是活在未来的世界的人 QR Code 拍个照也可以 OK,应该了解我的意思 那最后的话呢,因为 我有在Porto里面开一个作业 但是我不确定说那个Porto Porto里面 里面这边我有在作业管理这边 我有加一个那个 开一个这个作业管理 里面呢,就是缴交作业 请各位把你们的那个 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网址这地方 有没有,把它贴上去 缴交给我 那我以后就是要这个东西就好了 OK,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压缩之后的话 再传到你的什么呢 传到你的这个 这个你的云端之后 这个就一个资料夹 请你把这个资料夹做一个共用 共用的话呢,改成什么呢 改成知道连结的使用者 它会出现一个连结 连结在缩短 OK,缩短的网址 goo.goo 这地方,试试看好了 把画面还给各位 那你们也顺便学会 一招就是说呢 将来你要分享资料 给你的身边的朋友的话 第一个,你就5GB的云端空间的 也就是你有5GB的能量 然后呢,你将来就可以 把这个东西分享出来 OK,试试看 那最后呢 剩下的时间就给各位 把这个地方完成好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尽量可以在下个礼拜 就是下个礼拜把它 绞交好了 下个礼拜 这个礼拜当然给各位完成作业 谢谢了 最后呢 谢谢大家